晚上好,我是东风一派的于飞,大家晚上好 是的,那今天呢也跟大家提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节目 对吧,也是给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的好礼 那本期东风一派于飞和他的朋友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咱们于总的明星朋友 路易老师,现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一起体验我们的东风一派007和008两款车型 不仅如此,还有非常多的神秘好礼 大家一定要全程关注 那咱们也不卖关子了 可以有请咱们的路易老师上场了 欢迎路易老师 路易老师好,路易老师好 哎呀,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那路易老师好 那么我们跟我们直播间的用户们打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路易,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武汉 没问题 这个我们特别开心我们路易老师来 但路易老师来是不是带着什么任务来的 有有有 我呢是东风一派的品牌挚友路易 很高兴呢能够来到东风一派的直播间做客 当然了我也是为了大家来向余总耗点福利的 没有问题 我们准备了很多福利 好的 是的 那今天在我们开始接下来环节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今天直播间呢给大家准备到了全系购车限期优惠 有机会给大家随车交付的 同时直播间的朋友们没有抽中的也不用灰心 咱们到店也有惊喜好礼 我们的礼品这么丰厚 我们路易老师是不是一定得送点亲笔签名的周边给我们粉丝啊 哇这真是老朋友一点都不克制啊 我还想来了之后你先请我吃点武汉美食呢 我这也是给我们粉丝朋友能够福利啊 因为我刚才已经看到你给我准备的那个模型啊 包括那个签名照 放心没问题 我都准备好 好的好的 谢谢 是的 刚刚也是经过路易老师本人认证过了 是不是 今天咱们的所有的周边都是老师亲自签名 并且刚刚签完还热乎着呢 所以说咱们要不现在话不多说 开启我们的这个讲车之旅的之前 先给大家把这个福利先安排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诚意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呢 先给直播间的朋友们准备五把 路易老师亲笔签名的联名雨伞 那我们后台的导播老师 可以把我们今天的福利先上一上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左上角啊 抓紧时间参与起来 但是要小小的提醒一下各位 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是购买了 我们右下角小黄车9块9链接的用户 是可以参与的 好不好 那说了这么多 然后刚刚我们的于飞总和路易老师也寒暄过了 是不是 福利有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车吧 来路易老师可以先稍微侧身看一下 您身旁的这一款车型就是我们今年推出的啊 这样一个首款质雅电动轿跑一派007 007 对目前是给大家提供到了纯电还有增程两套动力系统 上市以台受到了我们非常多的车主 包括关注的用户的一致好评 其实我很想问一下路易老师就是您第一眼看着它是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 首先这个车的外形非常帅气 包括它这整个这个流线啊 我就觉得越看越好看 越看越好看 没错 我们它这个车这1007的帅啊 它是得了一个官方认证的 得到官方认证 没错没错 评价很高了 今年呢 它得到了一个2024年的红点设计大奖 而且在三大汽车垂眉里面 它的外观评分都非常的靠前 对 你看外观是确实好看了 就跟您一样帅 是 是 要不这样 我刚刚说了这么多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车吧 看看车 可以把车灯先点亮一下 对 我们的同事可以开启一个C-high模式 对 你看它一直在闪啊 特别好看啊 它是一个C-high模式 它还有好几种律动的方式 对它有那个这个冷光油 刚才还有暖光 没错没错 那真的 是的 其实您看这个整体这个车身 嗯 它是一个比较 我们有这个设计哲学啊 叫大道至简 吉而至美 嗯 其实我们那边的游击的老师可以看一下 整个造型 哎呀 您站着特别配跟他车 来来来来 哈哈哈 把这个来一个 对对对对对 整个车型它的这个流线型非常好 造型也非常的一个低趴 嗯 那么整个可以看到它是一个 非常类似一个跑车的一个造型 是的 车身线条也非常的流畅 嗯 那么您觉得这个造型像不像一个跑车呢 它是那个造型流线型啊 特别像一个轿跑车 轿跑 对没错 它确实是个轿跑 那它能跑多快呢 它确实跑的也很快 是个三秒级的加速 实至名归啊 三秒 对哦 那这么快超跑也就这样 超跑也就这样 超跑也就这样 对对对 关于它是一个家用级别的车 哦 可以跑到这个速度 对 那很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整个流线型的设计啊 嗯 跟它的跑这么快 以后它非常大的一个加持 嗯 它的这个风阻系数是0.209 没错 0.209 而且是今年的10家低风阻车型 哦 低风阻 是的 而且路易老师您知道吗 我们的这个风阻系数 嗯 每降低0.01 我们的续航里程 可以整整提升5公里 哦 所以说像咱们的这样一个一派007 它在我们这个低风阻啊 降低能耗的同时 其实我们开车的时候 嗯 加速也会更舒适 然后我们驾驶的体验感 也会更加的安静 更加的静音 这么说来呢 我刚才这呢又学到了新知识 是的 所以对加速和续航有要求的朋友啊 买车可以关注一下低风阻的产品 就像选择一派007这样低风阻的车型 嗯 没错 我们这个低风阻车型 还是有中国气炎的权威认证的 哦 我们也是有证的车 嗯 哈哈哈 对 那这样刚刚我们看了整个它的车身造型 不错 非常好看啊 对 其实它后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 嗯 就您看它这个尾翼 是个电动尾翼 嗯 特别有意思 而且呢 我待会我们会去体验一下 它我们点击它那个战动模式之后 它的尾翼就会升起来 哦 还战动模式 没错 没错 然后还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它可以自动设设置 超过60公里的时速之后 它也可以自动升起来 对 这个唯一是随着那个车速 随着车速升起来 风速什么 它会自己动 对对对对 非常 然后您看它整个大的这个 这个后背尾翼 这个仙背式的一个造型 不光好看而且实用 哦 这个空间好大 所以它们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那而且还可以放倒 但今天这样拉起来就不太方便 这样伸得太远了 但是它里面还有很多非常巧妙的点 嗯 就您打开看这个地方 哦 这下面还能放东西 没错没错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下 非常大的一个下层尾箱 这个尾箱 可以装不少东西 然后我们同时也要调侃说 我们灌点水还能去钓鱼 啊对 这个钓鱼啊 户外 对 对 我们真有 真有小伙伴拍了个有趣的视频啊 就是把这个尾箱打开 然后往里面灌水 灌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包括我们的这个尾门 它也是同级同价位里 很少能找到标配 先辈尾门的这样一个配置 而且老师您能够看到 我们这边有一个按键轻轻一按就关闭 并且它写得非常清楚 它是一个可调节的记忆尾门 可以根据咱们车主不同的这个身高情况 然后去匹配到不同的这样一个开合高度 让我们想要关门的时候 都可以随处就可以按得到 没错 所以它不光看着好看 它其实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而且它的设计都很贴心 是的 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的这个尾部给路易老师讲完了 要不咱们还是回到车头 回到车头 接着给老师去讲一讲 我们这个车型的其他亮点 到时候直播间的朋友们 也顺便可以一起听一听 一起学习一下 是的 其实呢我今天来之前啊 网友呢也问了我很多问题 所以呢让我特意今天跟余总呢 把这些问题向您提出来 你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您尽管问您来了 我肯定知无不言 对 网友的嘴唄 是的 那这个第一个问题呢 我就我就先先说我的问题吧 嗯 嗯 我爱人呢是东北的 东北的冬天会非常非常的冷 所以在开车的时候呢 暖风必须开得很大 这样呢 掉电会不会特别快 那这方面余总能有什么解决方法 这个肯定有啊 您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的好 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场景问题 那空调呢在冬天 是新能源车的一个耗电大户 那么想要做到既要保人暖 车还要节能 那就一定要选这种带热泵空调的车型 热泵 对热泵空调的车型 那具体原理呢在这有不展开啊 那么但是我们以拿一派007为例 我们就采用了全温域的热泵 保证在温度室移的同时 取暖的能耗降低60% 但是续航还能提升15% 说到这里 我想这个跟于飞总小小的说一下 就是其实平时我们每天在直播间日播 能够接触到的这种异象用户 包括我们的真实车主是非常多的 像平时咱们直播的时候有非常多 咱们像黑龙江的朋友啊都来问 说我们的这个车续航达成率怎么样啊 这个我在东北开能不能开啊 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那很多朋友也是在我们直播间的推荐之下 去到线下门店亲自试乘试驾 感受发现这个确实续航达成率还比较高 然后后续还会回到直播间 给我们反馈说 你说的这个续航达成率是真的还不错 对尤其是刚才听了那个于总说的 就是我也知道了 就是买纯电车要买带热泵的 有效节能保障大家在冬季的续航 是的 那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也是我想也是大家都特别关注 就是车辆的安全 这方面呢您作为东风一派的掌门人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分享的 说到安全这一点 我其实特别的自豪 因为我们东风一派在安全上是不惜成本 怎么防护都不为过 不论是电池还是车身 我们都是照着远超国家标准 去做的严苛的测试 是的 而且今年咱们的这个一派007还荣获了 2023年的时候 荣获了我们中国十家车身的这样一个荣誉 而且还获得了今年的CNCAP五星安全认证 尤其是在我们关键的这样一个成员座舱保护上面 都是得到了比较高的一个分数 像我们的正面侧面的碰撞啊 尤其是对儿童的保护测试 都拿到了这个满分 而且还要在这里提一点的就是因为 你应该知道咱们的东风公司 也是有着55年造车抵运的 这样一个荣获起 对不对 所以说品质安全这方面 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对而且那我也听明白了 就买车呢要买五星安全认证的 没错买车不光其实要买安全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买能够懂你懂你的需求的 懂我 是车懂我还是余总懂我 车 我对你很迫不及待给我们路易老师去展示一下了 路易老师那您请上车 好的 我们路易老师可以坐到咱们的主驾 然后咱们的车门可以先打开 然后接下来由余总坐到副驾 然后再给路易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车内的这样一个驾驶空间 这个车内空间还是可以安放我们路易老师的大长腿 对对对非常地宽敞 你看我小一点都没问题 对其实您进来的时候您第一感觉是什么样 就是这个内饰 内饰看着很舒服 包括这些配色啊 还有这些手感啊 我觉得会让人很放松 是有一种舒适的感觉 也非常简约 而且我们整个前面的这一部分采用了一个贝内克的防几皮容 为什么说这个呢 它其实在冬天会比较不会那么凉手 夏天也不会烫手 这些材质其实还是非常舒服的 包括您看到前面这些几何纹路的这些桃木装饰 那么将来在这种感受当中会其实比较让您说的那种非常放松的感觉 还有刚刚您现在手握的这个方向盘 其实它还是抗病毒方向盘 抗病毒的方向盘 对这属于高科技 高科技 而且它这个配色就香槟色的这种配色 我也是特别喜欢 是 其实您发现方向盘是不是有个什么特别的点 对我也看到了 就是这个S加 要不您按一下试试看 按了就发动了 因为您接换制作模式 是吧 战斗模式 对 这个运动模式 没错 是个运动模式 您看其实整个车机的界面 包括看前面小的仪表 非常像一个跑车的状态 而且这里变成一个红色的UI界面 就充满激情的红色 对 始终让您觉得 好像突然一下子想要驾驶它 把油门踩到底的感觉 当然了 这个除了战斗模式之外 您再按一下 再按一下 又可以回到一个舒适模式 对 不管是驾驶还是在乘坐 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更舒适的模式 还有更舒适的 今天我们想带您提 光这两个模式我就觉得能够满足很多人 就是年轻时候的那种自己当赛车手的这种梦 对 因为我以前看过很多的影片 很多影片也是讲赛车 包括什么比赛 我看到很多车的这些有一些改装什么的 可能就像这样 一按啪 这个东西一翻 这个东西一变 就完全变成了整个性能变成了运动模式 速度一下子就可以很快 没错 没错 刚刚您说的改装 其实我们就发现我们用户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不需要它去改装 我们这是选装 这是选装 对 只要去做选装就行了 我们出厂就给你配好这样的状态 其实很多年轻人很喜欢 不用选直接装上 对对对对 刚刚谈到了这个战斗模式 对驾驶 对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叫做小气模式 小气模式 对 但是呢 这可能需要我们 一门帮忙关下门 我们需要把车门关上才能体验小气模式 那我来跟他语音 给他做个工作安排 你好一派 打开小气模式 是的 您可以放松的去享受了 哈哈哈哈 诶 这全是语音控制的 全都可以语音控制 哦 诶 还有声音 对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一个白噪音 这个白噪音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 可以选择 现在是吸水 吸流的声音 吸流 我们还可以选一下这个篝火 哦 火的声音 对 然后如果想要看星空 我们还有 星空 就是虫鸣的声音 对 诶 其实如果是这辆车停在户外的话 这个外面是漆黑的 这个星空的声音会非常舒适 是 因为整个这个天窗的地势 天幕是全透明的 看着天上的星星 说到这个天幕 还得特别讲一下 我们采用了一个LOWE的 这特别的技术 镀膜技术 那么可以隔绝 接近99%的一个紫外线 哦 那么我们当时是这么介绍 我们这款产品的 叫做有星光 无强光 有星光 无强光 对 白天的时候不会觉得晒 晚上的时候这么躺下来 还可以看上天亮的星星 对 而且这样躺着 你看 我个子蛮高的 是 对 就整个肠子 你看我脚都能伸直 真的 非常自在 对对对 嗯 尤其听着这个助眠的白噪音 晚上就住车上都可以 我们很多用户 中午休息 甚至说有时候晚上自己出去放松的时候 都会点开这个小型模式 我也试过确实很放松 对 我感觉您可能都不太想起来了 对我躺着这么说说蛮舒服的 不过呢 嗯 我还是特别设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模式 待会给您体验一下 好 要不我们先结束 起来看看 好 这一点 它非常方便 您可以语音控制 也可以通过这个屏幕 非常灵敏 一键触打 一键触打 对 好 它其实全都是自动的 全是自动 它回来之后就回到刚才您自己调好的那 驾驶的最舒适的 对对对 嗯 在在这个这个模式之前啊 我得先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007呢 是一个SOA的场景 大师的功能 嗯 可以设置成百上千个场景 那刚刚 成百上千 刚刚预留的一个小惊喜啊 嗯 您现在可以体验一下了 把安全带可以插好 就像你平时 您平时开车的时候的状态一样 好 路易 哎 欢迎你 哈哈哈哈 空调雨瓢之22度 哦 就是我平时的喜好 就是全部就输入进去 就是 对 个性化设置 香氛什么味道 风味灯什么颜色 哦 你喜不喜欢按摩 喜欢按摩它会给你打开 哦 哎 还有哎 还有我的歌 哎呀 雨头有心了 有心了 有心了 哈哈哈 谢谢谢谢 有心了 感谢老朋友啊 哈哈哈 哦 这个设计 这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是 让每一个车主吧 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是的 就感觉这 我就感觉 我听着我的歌 这个座椅 包括这个温度 包括这个 就控制的这个长度 就完全 为了我个人量身定制的 是的 啊 那我就开走了 哈哈哈 没有问题 这个事我可以做出 哈哈哈 哎呀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他整个整个车机呢 嗯 这种设计呢 可以让您给您的每一位家人 包括我在副驾驶上啊 都可以设置 也可以设置 比如说啊 您的夫人做这个副驾驶了 OK 那么 他会弹出他想听的歌啊 估计也是这一首啊 对对对对 那如果要把它结束呢 结束的话没关系 解开安全带 解开就可以了 我试一下 好 哎 哦 这个是 他也能根据我的体重什么的 来感受是我 呃 他其实是有个人脸识别 哦 但是我们其实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做那么复杂 因为一般这个车 如果假定是零开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个那个功能设得更简洁 比如说主驾坐到位置上 战安全带 就可以实用了 哦 当然人脸我们也可以做识别 嗯 哎 这个真的 嗯 是的 是的 然后您要不要试试我们的语音系统 比如说开开窗啊 开开的都不用动手 你好 一派 您请说 打开车窗 正在打开左前车窗 温度调高一度 温度调高 对 啊这个识别起来很灵敏 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车机呢 可以在10秒之内 马上说出8个指令 他可以一个一个去把它执行好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 AI大模型的这种语音系统 对 是的 没错 全部安装在这个车上了 对 哦 那是非常的智能 有时候我还 我真的有的时候还会跟他聊聊天 哈哈 哦 这样就可以聊天 真的可以聊天 对对对 那就单身的朋友可以没事 哦 哈哈 我相信我们单身的朋友买这台车之后 马上就脱单了 马上就脱单了 对 好的好的 那路易老师 车内的一些有趣的功能 我们也体验差不多了 要不我们下车继续聊一聊 好的 好 刚刚看到咱们路易老师一米八几的大个儿在我们的车内开启咱们的小气模式 我刚才全部躺平了 对也是躺的非常的宽松非常的舒适 因为咱们的这个一派零七车型它虽然看着是一个轿跑 但是它是可以达到一个C级家用车的水平 所以说您不管是单身开还是说咱们就算是带娃 它也都是轻轻松松装载的完全没有任何压力 刚才跟余总在车里也分享过 说这个呢就还可以聊天是单身的朋友 对 刚才我们还说了 其实路易老师一来就说我们这车非常的漂亮 我们买车要买好看的安全的懂你的 但买车还有特别关键的点就要好开 那我想问一下路易老师您的车技怎么样 我的车技呢我从来不服输的 我车技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开车比较平稳 我是安全第一 那待会我们要看的那个一派零八 可能还符合您的这个开车风格 还有符合我的 对对对一派零零七呢确实是相对运动一点 但它这个运动不仅仅是在造型上 它是我们的场地赛的冠军团队参与调校的 没错 转向非常的精准操控也顺畅 有一种这种豪华轿跑的一种体验 是的 那你说就这种一般的轿跑车家用型的 通过这个能够达到赛车级别的调校 那它的耗能会不会也像跑车那么厉害 那这个不会 不会 对一派零零七这个纯电车型 我们的电耗百公里是11.9度 这在同级别当中呢 也是个能脱颖而出的一个成绩 那我打个比方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现在在武汉 对 我要开着X 开着零零七 开到上海的话 那中途用不用再充电呢 武汉到上海 才八百多公里 对 我们还有个增程版 综合续航达到一千两百公里 一千两百 只要满油满电 您现在就可以直接把它开回家了 好 那我可以 那不还是先直播呢 对 再给您科普一下 而且路易老师您知道吗 像咱们的这款一派007车型 它是使用到了咱们自研的 这样一个超感增程技术 即使是在我们亏电的状态下 也可以做到百公里 四点二个油的超低能耗 包括咱们随时超车的一个超强性能 我们增程器五感介入的超级静音 咱们加起来是三个超级 都可以做到 都是超级 是的 如果真是像你刚才说的百公里油耗 只有四点二的话 那真的是耗能非常低 是的 那我们车在那个智能驾驶方面 有什么表现呢 那路易老师 这个您不是问到点子上了吗 我们一派07是全系标配 自私运行 变道碰撞预警 车道保持辅助等二十余项 这种辅助的智能驾驶功能 同时既能保持这个驾驶的手感 也能兼顾您的驾驶体验 我们全车有三十一个智能感知硬件 可以基本上实现一个权威勘察 无四角的防护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高速NOA的领航辅助驾驶 能够自动的完成跟车自主变道 以及上下载道 余总你刚才介绍的这些点 如果对一个新手司机来说 真的是太好了 对对对 的确是这样 除了这个之外 刚刚路易老师提到新手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符合我们新手的一个功能 就是LAPA的记忆波车功能 它能够实现一个在4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自动驾驶 自己搞定停车 另外它还有一个循距倒车的功能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开车不小心开到一个死胡同了 它可以按照原先您怎么开进来的道路 怎么开出去 怎么开出去 完成一个原路径的倒车 这很大程度解决着我们这个新手司机 这种停车难啊 入库啊 这种难题 说到这里啊 我觉得我讲了这么多 不如我们干脆看一下一个自动驾驶的视频 眼见为时 眼见为时 啊 好不好 那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播放一下吧 比赛适电话 说到这里 这个简直到火车 终しい噪了 我能够教育 我能够教育 我们家想吃 一点点 这种 我能够教育 我能够教育 这种 我能够教育 我们太好了 这种 我能够教育 我能够教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加的感兴趣了 那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直播 在这里我要小小的插播一个广告 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车型的信息 价格还没有给大家提呢 像现在我们目前全系车型 给大家做到一个 2000到3万元不等的现金优惠 至低可以做到 12.96万元的起步价格 而且今天叠加我们屏幕 右下角小黄车里9块9的购车券 还能再省一千 让你的到手价格更香更划算 同时呢我们这个价值 10800到49300 不同的车型权益 也是一并给到各位 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下 007的话 我们目前是提供到 增程纯电 四驱后驱 不同的多个版本 给大家去选择 如果说想要详细了解的 可以去后台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那给大家说了这么多 也得安排点福利啊 是不是余总 福利 是不是咱们路易老师 那现在要不给大家安排一下 本场直播的第二轮 好多朋友等了好久了 再给大家上五份 路易老师的亲笔签名雨伞 但是还是要再提醒一下 只有我们购买了 9块9优惠券的朋友 才能参与 好不好 来我们后台的导播老师 可以把福利上一下了 路易老师 您看咱们这个车特别帅 您一眼相中他也觉得这么帅 评价也这么高 那要不您这么帅的帅哥 跟我们这么帅的汽车 是不是拍足人车大片啊 那当然得留 把我们的一拍零七车车出道吧 对当然得留你们纪念一下 好谢谢 那您来 我们现在可以邀请摄像师 先往这边 现在成片了 你拿着我的手机帮我也拍一下 谢谢 现在我们的车头拍 因为这个车头确实是很好看 很独特的 尤其是路易老师这么帅 咱们就是帅车家帅哥 人车合一 这个车在这边 这个车在这边 这个也是镶嵌了咱们LED大灯的 LED灯珠的这样一个前大灯 亮度高 均匀度好 夜间照射距离还特别的远 好 接下来可以拍一下我们的流线车身 好 嗯 是的 正好还能看到咱们这个无框车门啊 这个再打个广告也是咱们同级同价位里很少找的 陆毅老师对可以打开车门拍一张给大家看看 咱们全系标配无框车门啊 如果说喜欢酷一点的炫酷一点的啊 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现在我们优惠玩 确实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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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特别好看 咱们一起 那谢谢路易老师的配合 要不可三宇总来张合影 留念一下 好 好 那我摆个一样的pose 好 好 3 2 1 微小 好 我们一起跟一派联合战 好 这样吗 OK 好 OK 好 OK 好 好 好 谢谢 好 刚刚咱们跟车一起拍的这个造型真的太帅了 不仅说人帅咱们的车也很帅 相得一张啊 那今天现场呢其实除了咱们的一派007车型也是有咱们的一派008的要不咱们二位稍微移动一下也跟咱们的一派008车型对来合个影好的好的好的好老师请 嗯 008 是的 这边我们的摄像老师也可以来给我们的路易老师和一派008拍一点好看的照片 这本车就大了很多了 这就是一种特别内敛的优雅的帅气 好 嗯 正好可以拍到我们21寸最新一代的马牌精英轮胎很上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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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车侧嗯也可以拍 对不对好 手稍微拔一下车 嗯 嗯 嗯 手上老师也非常专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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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车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基调包括我们的人群其实也是特别符合咱们路易老师目前的这样一个现阶段的情况是不是 这个车吧比较适合我这个大哥哈哈哈感谢路易老师的这样一个配合如果说有期待成片的朋友啊也可以锁定我们东风一派的官方直播间点点关注后续都给大家发出来欣赏一下好那感谢老师的配合咱们拍完这组大片要不去到我们的这个露营区来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坐着聊聊天好不好咱们今天就是一个福利局咱们可以放轻松一点是不是是吧对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全程关注啊那今天的福利是真的非常丰厚的 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全程关注因为晚一点我们还会啊除了路易老师的亲切周边以外还有我们的华为电脑到时候大家都是有机会参与有机会抽中的然后中楼的朋友呢我们是给大家随车交付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这个美照也欣赏完了要不然我们给大家再安排一波福利吧毕竟今天答应过大家了全程直播不停福利不停对不对来后台我们的导播老师现在可以准备给直播间的朋友们上三辆 我们路易老师亲签的一派车模好不好但是还是要小小提醒一下啊就是只有我们购买了这个9块9购抽优惠券的朋友才可以有效记录到我们的这个名单啊那这个福利也给大家安排了咱们还是得回归一下正题好不好好因为刚刚咱们这个于飞总和路易老师在聊天的时候我也有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公平对吧得看看我们粉丝朋友想了解的那个内容还有问题那刚刚也是总结到我问到了啊非常多的一个就是有朋友问能不能试驾可能是 听我们展示的真的就是心动了是是是这个我们是支持试驾的全国呢有346家东风一派的门店已经覆盖了164个城市后续呢我们还有机会啊覆盖更多的城市我们也提供试驾服务如果有想要上门体验试驾服务也可以直接到后台去联系我们啊 我今天算是提前对吧提前体验过是那我要问一下就是说我上海的朋友如果想试驾呢那当然可以啊当然我还给你安排上门试驾哦太好了是的目前咱们就是给到粉丝朋友的一个服务就是当地有门店的朋友如果说愿意试驾我们是可以给大家安排到一个上门接送试驾的可以让我们的用户有更舒适的这样一个体验 那刚刚还总结了就是有一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听完我们介绍说007有增程有纯电其实大家有了解到008也是一样的那很多朋友就不知道这两个版本我该如何去做选择呢是其实就要看大家的一个实际用途嗯如果说是城市内的一个日常通行比如上下巴嗯纯电状态下的530公里的这种续航其实完全是足够就够了对绝对是足够的嗯那如果日常说您其实还是比较喜欢 户外出行啊或者说轻轻大自然那我觉得可以考虑我们的增程版那么在满油满电的情况下综合续航超过了1200公里您就完全可以不会有任何的这种不能交流同时它本身的纯电续航也能达到200公里也就是可以做到在城内用电嗯城际或者是户外出行用油用油两种状态都可以随意请的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车型问题还想问 路易老师小小八卦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对吧双节来临咱们目前有没有什么出游计划嗯因为马上就中秋节放假了嗯放假的话因为孩子也放假是的我会比较喜欢带着他们去一些户外的地方嗯比较自由的话呢就是自己开车自驾出去玩嗯感谢路老师的这样一个回答哈其实如果是带着家人咱们想要自驾游的话一派108嗯真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 那要不刚刚展示了一派007的亮点这会再来给我们的路易老师一起去带着看看咱们的一派008好的好的看看008是的来二位我们可以移步到一派008的车前啊给直播间的朋友们看一下也给路易老师来讲一下那您可以看一下现在您身旁的这一款就是我们刚刚上市的家庭智能大型SUV008对我这次来啊嗯我从机场过来我就是做的这款008嗯 啊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尺寸非常的大对嗯没错他的车长呢有五米多啊五米多轴距有三米嗯是一个真正的三排啊大六座的车型刚刚您说了这个会带着家庭出去玩对对对这款产品就是为我们国家的主流家庭量身打造一个啊大F5位就像我这样的主流家庭对哈哈哈得有二胎的有两个孩子没错啊对量身打造的嗯这就是我为什么呃要请路易老师 就是凝过来的一个啊说到他的大其实他有很多特别小的一些巧思他大而不笨比如你看他前面这个发光格山非常有意思啊他是可以点亮的哦啊别看他其实好像好像是个点亮但其实呢他还有很多高科技用的嗯整个这个是用那个纳米涂层嗯他关闭的时候你是完全看不到哦有灯泡用在里面对你看其实这些有些是关闭的对就是看不见的对没错而且他是一个隐藏式的一个发光效果对的而且他有一个 这种渐变的效果看上去也是很灵动对对对包括其实这个设计也是咱们全球首某发的这样一个智能隐藏星光格山就先用在咱们一派008车型上了嗯那咱们选装了这个星光格山之后可以呈现出非常多不同的发光效果像我们有迎宾欢送嗯然后咱们的露营篝火包括音乐秀根据您自己不同的出行情境对吧有的时候啊有客人或者说一商一家有的时候接待我们的这个对吧合作用户或者说带着家人出去露营都可以 开启不同的这样一个发光效果就根据不同的场景啊包括你刚才说的根据音乐嗯它都会灯光都会变化没错可以做一个户外的氛围对对对对是的氛围刚刚说的它这个隐藏式的灯呢其实它还有一个这种贯穿式的一个灯组嗯啊它的灯非常的亮因为它全车是一共镶嵌了536颗LED的智能灯组啊整个其实后面它会有个呼应要不这样我们到侧面来看看它的整体的一个造型好的好 嗯来老师可以移步我们的车厕哈让余总给路易老师再下去讲讲没错没错刚刚路易老师说的大它确实很大嗯但除了大之外它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设计点刚刚它的它的前锋挡还有这个驾驶和副驾驶的这整个包括后排的嗯四个玻璃全部是采用的一个双层夹胶玻璃啊双层夹胶这个静音隔一玻璃嗯同时我们这个轮胎啊嗯采用的是一个品牌静音胎啊这个轮轮也很漂亮没错轮轮也很漂亮这是我们的低风组轮 哦低风组轮轮对它不仅能够有效的降低这种滚动阻力嗯还能显著的减少我们在驾驶乘坐过程当中的这种风阻和噪音啊就是用了双加层呃双层夹胶的格林玻璃又用了这个静音的轮胎对防风阻的那个轮毂对对对就是说这些工艺就是完全是如果我在里面驾驶的话会给驾驶员营造一种非常安静的没错没错能够就是非常专注的在于驾驶的这种氛围里面而且 而且待会我们进到车里面感受的时候还会说如果真的很安静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舒适的座舱哦哦那我们除了看它大的侧面之外我们再到尾部看一看哦是的 刚刚谈到它一个贯穿式的啊全车一个灯组其实您看它的造型灯组造型跟前面是有个呼应的形式啊就是这一台对没错嗯那么车很大那么就意味着我们空间是不是也会很优秀我们来看一下嗯 首先先看看我们的这个整个后后面的这个行李空间啊首先现在我们是在没有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它可以放下很轻松的放下三到四个一个登机箱完全没有问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很多小的巧思刚刚看到007我们008也有哦这下面也有对它下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可以放的更多这个下面其实如果像带孩子出去的话孩子的玩具啊孩子的一些用品就可以放在下面了 放个婴儿车是完全没问题对对对把这块板也是活动的哦啊那么上面这块板呢就是可以当成比如说您户外的时候放些点心啊啊咖啡呀对等等这些没问题非常没问题足够结实嗯然后把它放下来 它又变成了一个很平整的这个嗯这个行李储存空间除此之外啊它还可以扩展毕竟大溜度哦这个没错我们还可以把它放倒您那边也可以试一试哦完全放的它可以完全放倒 啊拉起来也非常方便嗯直接往后这样一转一转这边一拉就OK了角度也是可以这样可以调节的对嗯非常的方便非常方便而且其实这个尾箱我觉得不光适合我们的家庭出行像是我们一家人自驾游行李箱放的话肯定是不在话下对现在咱们不是也很流行这个户外骑行吗嗯像有些朋友如果说愿意骑自行车咱们的这个座椅放倒之后啊折叠放一台我们的骑行车是完全没问题对的 而且我们很多这个用户朋友发明了很多这个玩法在这后座哦因为您看这个像个像不像一个这样大的这样棚对如果如果天气下雨啊或者挡太阳啥的就可以直接可以把它开到那个湖边啊然后再拿上一根吊杆对面对着湖哈哈哈包括有那种很专业的露营设备是可以直接跟车联在一起的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这个出行的体验大大的加分是嗯啊非常的好可玩性也非常的多嗯好的是的哎那我们所在这里 余总的路易老师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走再来这边看一下好的好的因为这边有一个小亮点刚刚忘记跟大家说了像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车尾部的这个地方这边其实看上去是一个啊小小的这样一个造型设计其实它在我们冲上电的时候它是会根据我们不同的电量去进行一个闪烁的对嗯它能显示充电的比例对啊这边咱们可以不用进到车内就可以在车外大概了解到我的电量冲到多少了像这些小设计咱们都是 非常实用的没错没错那我们这个车侧车尾都讲的差不多了咱们要不还是回到车头啊接着聊一聊我们这个车型还有哪些给大家还没有带到的亮点好不好包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也直接提问嗯我们后台也会收集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待会啊给大家解答是刚刚路易老师谈到说他在假期的时候准备带家人对出去旅游嗯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您出去玩的时候特别是在驾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 可能要解决的一些困难和难题呢有有有尤其是那个自驾出去玩嘛啊其实我一般家里人出去呢会是我和爱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奶奶和姥姥六个人嗯所以六个人出去的话就对于这个车它的那个空间大溜坐大溜坐这个要求会很多是的而且比如说节假日出去啊呃开车开的时间比较长啊偶尔如果碰到懂车的话嗯人会觉得很疲劳很疲倦对在车里 对坐车的人他是不是坐得住包括驾驶员开车没错他是不是会觉得很累嗯这些体验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没错这如果008会如何解决呢这个坐的我刚听懂了嗯坐的要舒服对啊还要照顾到老人的舒服对然后还要这个自己开着不累对还要坐的人不无聊对哎呀这几个问题我都觉得可以解决那么自信008都能解决对没错好的那我们看看啊那要不这样嗯这个我还得说一说哈就是 呃我们008确确实实是一个在这个价格带能够做到一个536标准的一个大溜坐536标准于于总你刚才说的我听到了你说这个这个灯泡是536克这536不会只只是指这个灯泡吧这是个巧合啊这个巧合啊对我们说的536是什么呢是一个家用大型SUV的一个黄金标准嗯就是5米车长啊5米车长啊我们的车长超过了5米3就是3米轴距3米轴距它是车内 对宽敬空间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嗯6呢就是一个大溜坐啊大溜坐对啊5米车长3米轴距大溜坐的家庭SUV没错是的536对咱们这个数据不光是听着大也不是说咱们的车光看着大嗯我们可以带着路易老师一起进到我们的内室好不好我们感受为时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我们说的那么大好不好那二位老师我们可以一步车内对然后咱们的路易老师和于飞总可以坐到二排然后我呢会进到咱们的三排 正好也可以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来感受一下我们一派008车型它内饰的这样一个不同的这样一个乘坐位置的这样一个实际空间好不好您的扶手也可以放下来对的而且这是可以调节位置哦是的那在这里的时候想要问一下路易老师就是这会儿刚坐到我们车上觉得整体的这个空间如何呀首先很宽敞啊因为我身高1米8嗯你看就是我这个腿离前面那么远的对吧还有很宽敞的位置很宽敞一点问题 嗯那咱们如果说想要感受的话其实这个车你的这个位置还有更舒服的这样一个应用可以去体验哦我的这个对您坐这个位置可能您来的时候没体验到哈哈我帮您体验一下好的嗯这是一个叫零重力座椅零重力座椅对啊你好一派打开零重力座椅 嗯将为您移动剧架和零重力座椅请确认剧架和第三排没有人不要载到小伙伴要立即开启呢先提醒您一下啊要 你取消启动零重力座椅啊可能识别到了有点调皮没关系没关系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方式路易老师要不您可以按一下怎么右手边有三个按键这边啊最右边的您长按咱们不光是可以啊别人帮你开咱们也可以自己开感受一下 对你看长按之后前面就收起来了对它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我这个脚也起来 座椅还能侧移对它往中间移的对对对啊哦这个我是这个我是鼻子的感觉很神奇是吗它不是往它是先往中间移对对然后我躺下 是不是觉得整体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舒服的就算咱们路易老师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在这对吧想小摔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我还得想试一下嗯免得到时候大家以为是我们想要红了 我们这我们这个语音播放是可以可以的啊你好一拍 打开临重力座椅的按摩 哎来了 是的是真的行 刚才是调皮了 对因为像我们的这个车机啊它在开启临重力的模式它是首先要先向你确认因为安全是保障嘛对我们的一排三排是没有人的大家刚能看到开启过程中一排三排都会有这个位置的 这样一个压缩所以它要保证安全情况下会先向你反复确认 刚才主要在他在问的时候吧我中间他插嘴了没关系打断他了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再来一遍啊啊您您感受的觉得这个座椅的如果这个舒适程度您来的时候知道的话我估计您肯定就打开了 我来的时候吧我是手动的啊我如果知道这个我就一键就把它调成这个模式我就可以一路睡过来了 行那我们可以还可以把它语音调回到刚才您的座椅哦是吗你好一派 后排您请讲关闭临重力座椅 你关闭后座椅临重力 是的特别的舒适 嗯像咱们有的时候二排啊有小朋友或者说有老人对吧觉得不方便操作的咱们主驾啊或者说副驾咱们在驾驶的时候啊就可以帮我们的二排成员去进行一个操作没错其实是非常人性化的 那我们整车的那是其实除了坐在自己都会回来啊对的他会自动归位 然后它给你回话啊 高的电捷和舒适性 是的 像咱们不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说你好一派 后排我在的 退下 那我先退下 他就不会再识别我们的指令了 其实很智能 语音控制啊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智能的 因为就是有时候躺着 我先是不想按摩不想动 但我想按摩呢有的我得爬起来按一个什么钮 但是如果躺着呢 打开按摩 它就自动会弄了 没错 其实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休息仓 只需要动动嘴 就能随时随地感受这种零重力的坐自由 是吧 而且我们在这个1008的内部呢 它不光是可以躺在零重力座椅上去休息 还有非常多其他我们又好玩 又智能的这样一些配置 要不余总来展示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但是路易老师呢 好像想体验一下 这个屏幕打开了有个特别有意思的方式 我们请路易老师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功能 好 因为我从机场来的路上 我对这个车啊 我就知道车展上要发布这个车了 所以我就自己研究了很多 包括刚才说的个人的非常舒适的休息空间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它的智能 因为它很人性化地考虑到了 就是很多我们在工作疲劳的这么一瞬间 真实的场景 对真实场景 就是我可能在办公室啊 这人员很多 我不可能在那睡觉 对 如果有一辆这样的车 我可以临终里的座椅 用的按摩 听着白噪音啊 看着那个星空点 就是可以让自己很快就进入到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 对 很放松 很放松 对 这个屏幕打开 路易老师刚刚想自己秀一下 对 那让路易老师来展示一下 我们路易老师来展示一下吧 这个屏幕打开呢 有很多种方式 嗯 路易老师做过课了 有语音 语音大家知道了 有按键 对 我先展示个按键的 对对对 对 我们二排是有一个啊 我们的这样一个触摸屏的 像可以调节我们的座椅通风加热呀 娱乐屏的开启呀 这个娱乐屏这么开启了 对 对没错 好 这叶呢 在关闭了 就关闭了 是的 但是这我不是还得前后动吗 是 嗯 还要更炫的 这个车还有一个更炫的 嗯 是的 哈哈哈 来 是的 哇 已经识别到了 对 这个要给直播间的朋友们科普一下啊 你知道怎么关吗 我当然知道怎么关了 我们把这个叶一背过来就关了 我刚才是正面的 也现在我们反面 是的 而且他的这样一个识别速度是非常快 就识别了 哦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对 这个很有意思 我没想到会会用在车上 既有趣 但是也确实有个实用性 就是比如刚刚您谈的临终于座椅的时候 对 非常舒服的时候 我如果想起来 肯定不想起 对 是的 你就一台手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二排娱乐品 它是支持一个OMS手势识别的 也就是您说的这个笔叶 对 我有一次当时不知道这个功能 我坐在这里自拍呢 然后电视就直接开了 就直接开了啊 是的 那既然我们电视都开了 不如这个把这个上面的内容 给陆毅老师讲 对 没错 我们这块屏幕呢 不仅可以是实现触控 而且呢 也可以实现投屏 还有我们很多这个用户啊 因为可以连接这个电脑 还有电游戏机 去玩游戏 包括什么Switch 包括最近特别火的那个 我们的国产3A大作 专门到车上来体验 都可以到这体验 对 没错 那么为什么到车上来体验呢 因为我们整个车内 是一个Windows全景声的座舱 哦 全车有20个养生器 嗯 所以坐在车里面玩游戏 看电影的效果 可能比在家里面还要痛快 对 更拢阴更投入 没错没错没错 是的 说到这儿了 要不我们把这个车门关一下 感受感受这个Windows全景声 让路易老师更加沉浸式的体验一下 对没错 那这非常快捷 嗯 我们很快的来体验 有一个Windows专区 对 有一个Windows专区 全景声 全景声座舱的体验 我们来快速感受一下 重要的是它的音效 嗯 有种看大片的感觉 对 啊 啊 雨的声音 对 啊 风的声音 飞机 音效整个是很立体的 啊对 我那个飞机从这儿过来 来来来来 飞过去了 飞过去了 对 对 因为其实咱们整车一共是有20个扬声器 嗯 您所在的位置 车头啊 车侧啊 车尾啊 都有 所以它是真实的能给你形成这种立体的感觉 好音乐听的感觉 这个全景的音乐听的感觉真的非常棒 对 它里面还有全景声的音乐 对 还有全景声的有声书 嗯 我们很多用户特别喜欢这个功能 因为讲到有声书让它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非常他们非常非常喜欢这一块 而且有些人对于音箱 包括对于音乐 都包括对于这种怎么音箱的排列啊 它的耳朵很专业很专业的 对 它会对这个要求特别高 我们讲一下它叫金耳朵 哦 金耳朵 对 而且咱们的这个配置目前是全系标配啊 要跟大家说一下 全系标配是准确来讲 是这样的 哈哈哈 我们其实是选装包 哦 但是呢 我们给用户发了个特别大的福利 嗯 这些选装包都免费送 包括看到的这一块 这种娱乐瓶啊 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啊 待会可以暂时一下 这个选装包 你如果全部送的话 那真的是非常 对 如果是要 如果是要买的话 嗯 把选装包选 选 这个可见的这些选装包选买的话 要两三万块钱 哦 目前我们现实给大家赠送两个W的 而且有些人会有选择困难症 嗯 你有太多东西吧 他不知道给他们选 是的 所以余总真是大气 一下子选装包 一个选装包全部给你 我还有老板 这个要跟直播家的朋友们说一下啊 像我们坐在车里多宽敞 大家可以通过屏幕很直观的看到 但是毕竟咱们直播这个麦克风 可能音效会有一定的折损到大家的耳朵里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什么 去线下亲自试乘试驾 对没错没错 咱们这个驾乘的舒适感还有驾驶的快感 包括这种音效一定是你到店之后才能有一个更加真实的感觉 没错没错 这个中秋节到了我插一句啊 嗯 我们全国的这几百家门店热忱的盼望我们的用户到线下去试驾 没错 我相信陆毅老师今天来体验了过之后 跟在广告上图片上看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感觉完全不一样 真的非常期待大家到我们的门店去体验和试驾 嗯是的 那我们老师们我们说了这么久 你们觉不觉得有点口渴啊 这个是有点渴了 要不要喝口水 这个我已经安排好了 水在哪儿来 等一下啊 我们来操作一下 先要解一个铜锁 对 这边其实是一个 这个今天我已经试过了 我开始没按通锁 对对 因为他的设计很贴心啊 他怕小朋友误出 这个是 这是我们啊 也是刚给大家说需要选配 但是目前免费赠送的一个 移动冰箱 是的 移动冰箱 对 我印象中的车载冰箱啊 基本上不是都在后排啊 是吧 对 就是拿东西 其实留着还是去后面去找 对 不方便 但是您看这个我们的冰箱 刚刚不移的时候 你们在二排可以很很方便渠道 对 如果说移动了 我再三排我也可以直接就拿 对的来我们谢谢谢谢 路易老师和余飞总 咱们要不先喝口水呗 他如果他如果不出来的话 就放在这个里面 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对 是的 就是不用的话 他不占空间不占空间 对 然后不需要的话 我们除了刚刚啊余飞总这种出屏 按键去开启的方式 我们也可以通过啊语音交互 让我们的人工小助手帮忙完成 请一梦来试试吧 好 你好一派 关闭冰箱 自己回去了 特别的好用哈 关闭的时候还给我们开启了一个音乐 这个特别调皮 就包括这些音乐啊 我刚才看到这个页面啊 都是儿童的 对 是个儿童界面 这刚刚点那个小主人模式 哦小主人模式 哦就是 因为孩子基本都是做后排 对 如果这个关闭小主人 你好一派 关闭音乐 没问题 好 这就关掉音乐多媒体 如果关掉小主人模式 您再回到这个刚刚的见面 就会变成一些大票 就是大人看的一些 对 更是成年人看的 综艺啊电视剧啊电影啊 如果这打开小主人模式 对 而且其实您从这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就全是孩子的东西 对 咱们拉下来之后 除了这个还有咱们的这个 啊 Switch投屏 观影角度 西屏 对 包括亮度声音 都可以去调 非常的方便 还是很方便 很方便 对的 而且刚刚还有一点小小的没有说就是 绿老师有没有发现拿到这瓶水 就是这个制冷效果还是挺好的 对冰的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冰箱 它不光是保冷 我们还能保温 它是5度或50度 冷暖两拥的 50度呢 冬天也能用 哦 冬天也能保暖能到50度 这个老师拿着不得有点凉手吗 是的 我发现了 我们可以找个地儿放一下 看看放在哪里 我们看看还真有个地儿可以放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贴心的小设计 就是比如说您看 它是带这个弹簧夹的 嗯 就是我们女生可能会喜欢喝奶茶 哦 那个奶茶要撒了可真是不得了 确实很难打理啊 很难打理 嗯 所以它会有个加紧的 嗯 包括各种瓶子的大小也能适应 对 它可以贴合我们大部分的饮品背心 对 没错没错 就不用的时候看不见 没错 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对 对 咱们把收进去之后也完全不占车内空间 对 哎 这个也要给老师展示一下 有没有发现它可以动的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扶手 它不仅可以自己选择开启或者关闭 同时这边咱们还能自定义高度 对 比如说咱们调到这里 对 然后或者还有不同的角度 可以去选择 所以说整车的这样一个配置 它是非常智能且随心调节的 没错 而且就是我们这第二排阶 其实我们这两个座椅空间 这个空间还是蛮大的 对 我看你进去非常方便 对 对 对 我1米7的身高直接就是可以进来 像有一些MPV车型 可能我们三排要上人 二排还得下车 对不对 把椅子往前挪 对 但是我们这个车很方便 对 我们其实你看路易老师这么高的身高 嗯 这大长腿 对 然后我们一蒙也是大长腿啊 两位大长腿坐一起 二排三排一点都不挤 嗯 我现在都看得非常清楚 然后呢 刚刚说了三排的一些空间 除了刚才这个小扶手的小设计 还有一些点 那么就是这个 哦 哎 这个这个小桌板 嗯 当我们把前排的这个 副驾驶的座位啊 啊 调到一个正常的位置的时候 嗯 非常的方便 对 吃东西 啊 写作业 您可以吃吃饭 对 没错没错 很方便 然后还有很多 比如这还有个小的挂钩 嗯 也可以 买的东西可以挂在这 刚才 路易老师说会在车里休息 嗯 嗯 那休息很重要一个点 就是要注意要隐私 嗯 我们就还有个遮阳帘 一挂上去之后啊 您的小气模式完全可以放松去享受了 哦 是的 嗯 那既然咱们的路易老师和于飞总都分享了咱们二排的体验感 那我不也得分享一下我坐在这的一个感觉吗 是不是 嗯 尤其是像008的三排空间也是我直播的时候朋友问的比较多的 像市面上一些啊 MPV或者六座车可能大家会觉得三排对显拥挤 但是啊 基于刚刚于总讲过的一个超五米车长超三米轴距的这样一个数据支撑 我的三排空间是非常宽裕的 像我一米七的身高 穿上高跟鞋可能一米七级 我坐在这里我的腿前距目前还能有一到两个拳啊 啊 包括前排座椅可以调节嘛 根据不同的这个座椅位置 我有不同的这个空间可以去选择 包括我的啊 这个后排有咱们独立的阅读灯 独立的背拖 还有USB的这样一个充电口 像咱们长途出行的时候对吧 不光是二排的人一排的人舒舒服服 我坐在三排对吧 我喝杯奶茶啊 充着电 然后打着游戏也是完全可以支持 的 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线下试乘试驾 根据自己的体型啊 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车内空间 没错没错 就像就像这辆车 我真的就可以符合各个年龄层的需求 是没错 比如说在家是我开车 我坐在驾驶室上 就是双层夹角的隔音玻璃 精英轮胎 对对吧 我会非常专注的驾驶 然后坐在第二排的老人呢 累了 他可以用我这个零重力座椅 完全躺下休息 孩子呢 就可以通过哎 这个这个打开这个娱乐功能 对啊 如果一个人的时候呢 哎 一个人可以休息 没错 没错 一个人呢 听听这个全景的这个音乐 听的这个 对 OneNote全音声 OneNote全音声的这么一个效果 你可以 完完全全自己的一个私人空间 没错 所以说刚才喝了饮料 喝点小啤酒 当然不能喝了不能开车 那看来陆绿老师已经完全被我们种草了 今天 没错 没错 那这样吧 我们在车内已经分享了这么多了 我看直播间朋友已经有在催 说我的电脑呢 我的电脑呢 要不我们现在给朋友们安排一下福利好不好 好的 好的 那现在咱们二位可以回到车头 好的好的 对 回到车头 我们继续给大家把这个亮点总结一下 然后还可以给朋友们啊 把该安排的福利也给安排了 这样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是不是 来 直播间的朋友们等了很久了啊 如果说还有任何关于车型想要了解的内容 也可以抓紧时间 然后今天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小黄车也是全程给大家上了 我们9块9的这样一个购车优惠券 到时候啊 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异象车型车系上去进行到一个 叠加使用 而且今天的这个福利呢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去用 全国门店 全系车型都通行 那我要不小小打个广告 因为我们的007价格都说了 刚刚有被种草到018的朋友还没听到价格 给朋友们讲一下 我们身旁的这款我们的家庭智能大型SUV1008 官方指导价21.66 给直播间用完优惠 可以做到18.86万元起 还有咱们余飞总刚刚提到的 限时赠送2万块钱的免费配置 嗯 包括朋友们如果说有置换呢 置保的这些需求 我们都是提供到的 像我们的置换补贴 整车三电系统的终身质保 这也是咱们对自己品质信任的 这样的一个对不对 福利回馈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参与起来 来了解起来 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有机会让您买车的价格一省再省 那刚刚通过我们这么详细 这么将近一个小时 比较长时间的这样一个交流 相信路易老师 包括直播间的朋友们 也对我们的一派零七和一派零八车型 有所了解了 我们是在这听余总介绍了半天 我们是对这两款车 零零七零零八已经很了解了 但是我看就是 有一些新朋友刚进入那个直播间的 他可能还没有听得那么全 所以我们现在请余总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的 这个刚刚说到零零八的时候 路易老师说 哎你真的这么自信吗 我们感受一下 是不是技能满数 您的开车需求 老人的坐车需求 小朋友的娱乐需求 所以呢我们零零八真的空间大 舒适又智能 而且安全 省钱还省心 零零七呢就是颜值高 您一看到他就觉得他帅 对 而且开的爽也超级安全 可以满足我们大多数用户的一个用车的需求 对 我觉得这个一派零零八啊 他所谓的大 不光是空间上的 对 更多的是能够给人一种 就是舒适感和自由感 嗯 啊 真的是一款大车才能够做到的 没错 还有我们刚才体验的这个一派零零七啊 对 好看 时尚 非常 有流线型的这么一款轿跑车 对 也非常的棒 是的 是的 那我们路易老师的总结也是相当到位 还有还有 还有今天你们这不是说还有这个配置高福利好吗 是的 一派车型值得你入手 嗯 所以说啊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两款车啊 东风一派 真是样样都有 是的 我觉得是对 路易老师说的真的是 对 想给我们的余飞总还有路易老师公布一个好消息 就是咱们刚刚这一个小时的一个讲车时间已经有3900 还有朋友下单了我们的高车员会阵了 3900 是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赖啊 后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回馈到更多更好的福利 嗯 真的还是路易老师魅力大哈哈哈一个小时3900天呢 嗯 所以刚刚说到这个样样都有包括福利的样样都有车的配置样都有 嗯 我们还样样都好 嗯 样样都好 嗯 那么又要造出一个用户满意的产品是我们的追求 同时给出好的福利让我们的用户都开上好车也是我们的信念 那希望有更多的用车需求的客户啊 还是再打个广告我也要打个广告 亲自到我们的门店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对 像我们路易老师一样今天把007 008这些功能啊 欢迎大家到店去完整的感受一遍 一定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一个惊喜的体验 是的 感谢大家刚刚对我们这么热烈的一个支持啊 然后到这里的话 我们路易老师和余飞总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今天呢应该说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东风一派的直播间 我也算是提前感受了007 008这两款车 亲自体验是在这个余总的介绍下 我非常喜欢这两款车 谢谢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屏幕前的你呢 也跟我一样 喜欢007 008 嗯 是的 这个非常感谢我们路易老师 我们东风一派和我的老朋友 嗯 来为我们直播间体验感受这台车 那在这个结束之前我也有个申请 因为007上我跟路易老师合影 嗯 008我们也得合影 对对对 没问题 来我们的摄像老师还在不在 可以给咱们的余飞总 来我来吧 好 我放在这边 哈哈哈也可以 好 对 可以和张颖 来 好 做个留念 嗯 咱们的摄像老师可以就位了好不好 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镜头里面拍 我们什么动作 先来个 先来个 好 先来个 这样吧 嗯 记得用我手机也拍一下啊 确实老友相见是要拍点照片留念一下的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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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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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在这里呢就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百忙之中抽空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要提醒一下大家后面的直播还会继续啊会给大家一直继续到今晚十二点如果说想要详细了解我们样样都有样样都好的东风一派全系车型包括想要锁定我们东风一派和余飞的朋友们这个栏目的都可以先给我们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后面的直播呢我会和咱们东风一派的主播子姨继续为大家去讲解车型包括介绍我们的福利优惠直播间的好礼也会不停的安排那接下来呢我会和咱们东风一派的主播子姨继续为大家去讲解车型包括介绍我们的福利优惠 小波老师可以把镜头交给我们的主播子姨啦拜拜大家拜拜拜拜